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前天应该说网络封锁已经达到了异常的那种残酷的程度 有朋友已经在Facebook上也说 说涛哥根本就看不了你的视频了 有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基本都被封杀了 也有朋友讲说跟你当初预测的情况有点类似 会走到一天完全封杀掉 让人们感觉完全被窒息了 那从大家去看我的视频的统计量呢 我个人也感受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 一些网页你比如像Facebook呀 Twitter这些还可以 但当你看视频的时候 我相信难度已经很高了 那因为从这个整个朋友们的反馈的情况 是能够感觉出来 而与此同时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的火车站的警察的打人的事件 和CCTV处理这件事情的做法 以及刚刚在四川 邓小平的家书发生几万人那种类似抗暴维权的活动 都仿佛回到了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的年代 这是我起了一个词 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的年代 守法恢复到政法委时期统治中国大陆时期的状况 守法恢复到了陈光诚出逃到美国之前 我们看到的各地的抗暴的故事 极其类似的 极其类似的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过 那在整个反腐的浪潮当中 是建立在国家的平台上 去抗争江泽民体系的党的体系 那在过去的反腐中 我们看到了这条线 非常的清晰在走 而当走到了三月二十七二十六 一个山东籍的河南生意人姓郭的狗血的事 现在看起来没有一个结果 对吧 包括财新网要对他的这种法律上的诉讼 也没有结果 但是从那之后 反腐一下就平稳下来 没了 没有新的故事 这没有新的故事到今天算起来 对头算五十天了 沉默的时间越久 爆发的概念就越强 我曾经有一期节目提到说 那会不会有人放风了 说这个反腐中止了 今天反腐 王岐山习近平反腐停止 明天他们就会死掉 今天他敢停了 明天他们就死了 那立刻以党的概念 党的系统发挥作用的时候 立刻吃掉它 那给中国社会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动向杂志最新的一篇报道 提到了令计划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令计划涉嫌间谍叛国罪 撕毁大量绝密文件 那如果这事情是真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搞不好 搞不好就判死刑了 文章讲 中纪委已经在党内高层 通报了关于令计划初步审查的结果 案情变得了异常复杂 那令计划本身包括了案中案 在他即将离开中办之前 曾经私自销毁了大量的绝密文件 和工作日志 他说涉嫌这个间谍叛国罪 那间谍叛国罪呢 这东西得有一个去处 这东西他没解释 所以但是私自销毁文件 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那这件事情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他的位置 他的官位 他把控的位置太关键了 对吧 那就等于是相当于 一个人的大脑的中枢神经 他在那给记搁的了 那这事就不好办了 文章介绍讲说 令计划涉及到的内容 这种破坏性 可能超过当初的王立军外逃 他讲 令计划95年7月就进入了中办 任调研三组的副组长 03年出任了这个中办副主任 主持常务工作 07年成为了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还担任了中共最高层多个小组的成员 那掌控中共的中枢系统长达16年之久 掌控了大量高层机密 当然提醒大家 他掌控的都是共产党的机密 是不是这道理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 今天从保命的角度来讲 以国家为平台 打击的是共产党为平台的江家邦 他是保命 对吧 那保命的人 他可能对共产党还有自己的一种情感 但这种情感在现实生命遭到威胁的这种现实的生活中 他应该懂得这种情感是要他命的 而令计划涉及到的所有的内容 他都是党务系统的内容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抛弃共产党 这些扣就迎刃而解 这些麻烦就全消失了 抛弃共产党 共产党不存在 在某一天立刻画一句号 这些就都成了废纸一张 成为了历史 因为政体改变 当政体改变的时候 改变之前的所有的事情 都成为了历史 所以大家一直我跟大家说 叫天灭中共 是现实状况会使得主政人 在选择自己生的路的过程中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他没出路的 必须选择抛弃中国共产党 否则就是个笨蛋 文章提到说 去年12月 李战书接任中联办之后 包括中共的中组部部长赵乐际 发现了某些异常情况 三次找令计划谈话 提到有70多份文件失落 有20多份文件外泄 那令计划的工作日志上 有漏上交和作假的情况 那据说一开始呢 令计划呢 是有抗辩之嫌 他说这些东西 做交接的时候 已经做完了 那当时的中央书记处 常务书记刘云山 已经在交接文件上签字了 然后他提到一个概念说 令计划的弟弟 令完成已经携带重要的 中共高层文件 潜逃出境 那令计划亲自毁灭了 绝密文件的原因不详 那也提到说 这样的事情 是令计划精心策划准备的 他利用了交接期间 在夜间值班时亲自处理的 那最早披露出来的 破绽的线索 是从令计划的工作符上发现 那原因是因为 他在销毁这些文件的时候 是用的化学的 化学手段 化学的这个液体 结果化学液体呢 落在了他的工作符上 而中共上层呢 工作人员有规定 工作符全都统一管理 我跟你说都是监狱 你听见没有 他们的衣服都要统一起敌 统一管理 那地方就是监狱 进过大号的下过大狱的 进去都得换号服 对不对 脱光了 连内裤都没有 都给你这哈 洗一遍 然后换上人家的衣服 你看 令计划就这么死的 听话听声 锣鼓听音 你这么一听你就知道 那不是人 那是高级动物 人不能这么对待 对不对 第一个第二个 这里他提到令完成 令完成已经带着他哥哥给他的文件离开了 到了美国 那我们就可想要是大概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曾经注意到 那个时候就围绕着令完成说有一些机密的东西 而那个时候都是狗血了 机密东西就是买肉卖肉的 就是那点事 好 那现在看起来就不是了 那问题就严重在这 那这里面交割的又有谁呢 有马戒 有姓郭的生意人 所以这是连在议题 在五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动向杂志 披露出内在的 那这个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从三月底到现在 反腐突然寂静了 反腐突然寂静了 是就是我说的 今天打郭伯雄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今天要不然你就把江泽民和曾庆红全家端了 把共产党废了 要不然你就等着人家废你 卡在这呢 对不对 也就是拿出去的文件 要了今天主政人的短 才会出这种事情 而这里提到了一个人 刘云山 对吧 另一句话 把球推给了刘云山 刘云山签字了 那刘云山有没有份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谁想保党没问题 你愿意保裤裆都没问题 你爱保党中央都没问题 你保谁都成 关键是你得保得了 小样嘛你 关键你得保得了啊 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吗 大家都是你来我去 你死我活的 同一时间 东向杂志的另外一篇报道 另计划的妻子 两都自杀未遂 以刚比插猴 文章讲 另计划 及其妻子 古丽萍被带走调查后 那在今年二月底 那另计划 被正式免掉了 政协副主席的职位 但是中共并没有对 他的妻子古丽萍 做任何公开的描述 但是据传 古丽萍在被调查期间 两次自杀未遂 但是验证了我刚才的讲法 你死我活 大家没生路的 对吧 所以我这话是说给 今天反腐之人的 你有任何怀疑 任何退缩 别人 说用牙签都想扎死你 我跟你讲 还用钢笔扎 瞎不去手 他用牙签都想扎透了你 因为你要了他的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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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